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公用股的业务 市场需求刚性大 收入稳定 派息也稳定 是不少稳健投资者的心水之选 经过多年的发展 不少本地公用股 已经将他们的公用事业版图 扩展至世界各地 令到收入更加广阔 业务组合风险更加分散 例如长和集团旗下的电能实业 就是一个例子 电能透过多次收购 令到业务变得多元化 现时生意遍布香港 英国 澳洲 新西兰等地 以地区分布来看 香港原来已经不是六号仔 最大的收入来源 英国才是它的主要市场 去年贡献的盈利 占比达到五成三 目前电能在当地有四间公司 涵盖发电 配电 及配器业务 澳洲是第二大盈利来源 佔利润的一成九 电能在当地有九间公司 业务涵盖电力 天然气 可再生能源等等 至于香港 是公司第三大利润来源 规管港灯业务的新利润管制协议 已经生效了 准许利润回报率大幅下调了約两成 港灯正正就是靠分散各地的业务 去平衡香港业务的影响 去年海外业务表现理想 英国增长了7% 澳洲增长了5% 可以抵消香港的负增长 预料海外业务能够确保公司 未来持续有稳定的回报 根据彭博综合券商的预测 电能今年和明年的息率都有五厘以上 属于吸引的水平 总结而言 一只公用股持续在不同的地区和范畴 寻找新机遇 好像电能那样 在欧洲、北美洲、亚洲及澳洲 投资电力、延气、可载新能源等等的公用事业 有利公司长期收入和派息稳定 而且业务分布多地的策略 亦可有效降低风险 有利长期发展